会议还没开始 蓝绿两党立委就在司法法制委员会互相较劲 双方拿出准备好的手板摆在桌上 21号审查汪小玲提案的 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 轮到程序发言时 也是一波全枪舍战 先审大法官人事同意权 再来研议宪法诉讼法的修正 否则将会造成宪法法庭的空转 到底是谁在瘫痪 中华民国的民主法制 过了行政院还可以不依法编略预算 他们现在还要再申请视线 到底是谁在瘫痪民主法制 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后成为各党主战场 立委在国会的表现 也对政党支持度产生影响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民进党支持度31.1% 和上一次相比下滑4.4% 国民党支持度略为升高来到25.3% 民众党则是12%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蓝白联手的支持度高过率 百分之6.8% 除了两岸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之外 外界分析宪法法庭对于死刑做出视线 几乎等同于实质废死 也让大多数民众无法接受 中央政府总预算 行政院没有依法去编组相关的一些预算 反而进行了一连串的一些政治操作 国民党还是有一定程度 国庆主场优势的一个余温 霸凉的一个失败 我觉得也反映在民调上面 有一定程度的庆祝行情 一起一落 蓝绿支持度再被拉开 尽管民调只是冷冰冰的数字 但同时也反映出台湾民心想背 欢迎训练张晨宇丹全在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